中国这次要斥资4000亿,打造中巴铁路 此工程完工之后,新疆可直接通往印度洋 马六甲将会废掉,彻底改变世界航运新格局 那中国这次究竟是如何克服万难,修建此项超级工程的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巴铁路是中国对外铁路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该铁路从中国新疆喀什出发,途经巴基斯坦腹地 将该国首都和国内诸多大城市完美串联起来 终点在印度洋瓜达港,线路全长约3000公里 预计总投资达4000亿元,该铁路建成通车 将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一方面有助于中国打破马六甲困局 另一方面进一步激活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 达大缩短中国和非洲大陆的运输距离 并为中国进入中东开辟新的路线 中巴铁路最早是在2008年由巴基斯坦方面提出 但是由于沿途区域不少地方地形地貌复杂 需要穿越昆仑山和喀拉昆仑山 平均海拔超过5500米 并且连线途经不少地区属于无人区 建设风险大 如中巴卡拉昆轮公路全长约1032公里 建设工期划了13年 催问该铁路图经引发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 和巴基斯坦诸多部落 存在诸多部确定性因素 再加上投资额度巨大 以至于该铁路提出是5年之后还没有彻底完工 但近日 中巴两国境内铁路项目都取得了新进展 在中国境内 喀什至红旗拉夫铁路全长约300公里 已经作为规划建设项目 列入了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巴基斯坦境内1号铁路干线 已经成为中巴双方共同推进的项目 以2015年签订签署框架协议 2022年11月 中巴双方发表联合声明 同一早日推进实施 8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项目 据悉该铁路大体沿着卡拉奇 拉赫尔 伊斯兰堡 白沙瓦的路线延伸至哈维连站 全长1726公里 将来可以向北延伸至中巴边境口岸红旗拉夫 接入中国铁路网 中巴铁路打通之后 将深刻改变地缘政治格局 不仅能激活中国西部地区发展潜力 强化中巴两国经济合作 还能强化中国和印度共同战略利益 为中国走向中东增加新通道的同时 也为缩短中国和非洲的运输距离奠定坚实基础 从中国国家能源安全来看 中国约70%的石油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支困成为不避免的痛点 所以中国布局了中满铁路和中巴铁路等大通道 在中满铁路被撕毁协议的情况下 加快中巴铁路通道建设 将有助于进一步缓解马六甲海峡的压力 从还印度洋地缘政治格局来看 有助于强化中国和中东非洲大陆的联系 目前中国与非洲中东地区的运输主要是靠海运 不仅面临着马六甲困局 运输距离长 运输成本高 如上海到中东地区海运约9800海里 上海到坦桑尼亚海运超也是将近9000海里 需要20多天的时间 但是嘎达尔港离伊朗边境近72公里 离霍尔木兹海峡仅400公里 同时离非洲近在之池 中巴铁路打通之后 再结合未来的终极屋 伊朗铁路 中国将进一步整合环印度洋沿海非洲大陆 中东 南亚经济走廊 届时 中国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将发生至的变化 从强化中印两国共同战略利益来看 修建中巴铁路和中级乌铁路等 将会对印度产生示范效应 促进中印合作 中巴铁路修建之后 将来还可能延伸到伊朗 阿拉伯半岛甚至是非洲大陆 巴基斯坦将成为珍珠链关键枢纽 随时 印度不选择对接将会自我封闭于亚欧大陆桥之外 实质上 印度无论是打通南北国际运输通道 还是亚欧大陆桥都需要经过巴基斯坦 但鉴于巴基斯坦和中国特殊的 全天候盟友的关系 印度需要加入亚欧大陆桥 需要中国出面 甚至是需要中国主导建设才有可能成功 正是由于中巴铁路存在深刻改变地缘政治格局的潜力 不少与外国家如美国 印度 日本 新加坡等国从不同领域 不同角度用不同理由进入角局 试图将摆铁路沃沙在摇篮里 新加坡进入角局的动机很明确 手法很巧妙 新加坡是港口国家 射手马六甲海峡 新加坡港是亚太地区第二大的港口 是世界海运重量货运中转港口和港口 基于此 新加坡积累了丰富的港口管理和运营经验 进入中巴铁路也是从港口入手 在巴基斯坦计划开发瓜达尔港时 新加坡在美国等国支持下 以超高价格获得了瓜达尔港八年的运营权 以及四十年的租赁权 最后 新加坡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加大对瓜达尔港的投资 让这个深水两港荒废近十年 直到2012年才已交中国开发 仅仅过了三年 瓜达尔港全面投入运营 印度介入中巴铁路建设的理由是经过领土争议地区 中巴铁路必须要经过克什米尔地区 但是引巴两国对于该地区的归属产生了争议 目前印度控制该地区约三分之二的面积和四分之三的人口 巴基斯坦控制了三分之一的面积和四分之一的人口 中巴铁路必须经过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 印度以此为借口反对中巴铁路乃至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实施 日本搅局的方式则是许诺诸多优惠政策甚至是低息贷款 其实 日本在东南亚也多次搅局泛亚铁路项目 如通过援助说服满电暂缓实施中满铁路项目 说服越南选择日本修建高铁 泰国则暂缓推进中泰铁路项目 就在中巴铁路项目达成一致时 日本方面在南亚大大经济排表示日本能够为巴基斯坦 从经济到外交等领域提供各项帮助 试图搅黄中巴经济走廊 当然了 鉴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特殊关系 日本阴谋没有得逞 美国则通过所谓印太战略和支持印度的方式 反对中巴铁路项目 为抵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 美国纠集了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等国发起所谓的印太战略 推行所谓的旨在构建国际基建项目标准的蓝胆网络计划 推动资金透明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 干扰中国和中南亚国家在泛亚铁路项目上的合作和中巴铁路项目 那么 面对于外势力的搅局 中巴铁路项目如何突围 这可以从保持战略定力 唯唯就照等角度进行分析 从保持战略定力来看 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目前 一带一路倡议正在稳步推进 中国已与150个国家 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 由从2019年的104万亿美元 扩大到202年的2.07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8% 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 继续深入推进沿线国家互利合作 通过更多互利共赢的示范项目 吸引周边尼泊尔 伊朗 阿富汗 乃至中东国家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也就是说通过经济一体化 带动交通一体化 从交通基础设施来看 需要加快西北地区铁路网路建设 特别是中巴铁路 中国境内喀什至红奇拉斧铁路建设 以及巴基斯坦境内铁路建设 这两段铁路建好之后 修建对接部分的铁路时间更短 速度更快 从维尾就照角度来看 需要抓住印度软肋 中巴铁路最大的 最可能阻止建成的只有印度 新加坡 日本的铁路建设影响是微小的 美国也不足以改变走势 但是印度可能以经过争议地区 唯有铁而走险 所以可以采用唯尾就照的方法 也就是优先建设中国通往中亚地区的铁路 如中吉乌铁路 预计今年秋天开工建设 将来延伸到土库曼斯坦和伊朗 进而可以延伸到中东地区 也可以延伸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随问 继续推进中尼铁路项目 形成穿越喜马拉雅山的快速运输通道 给印度施加压力 目前中国和中亚各国伊朗已经达成了建设中国、中亚、南亚、中国、中亚到伊朗等方向的铁路运输通道的共识 将来无论是亚欧大陆桥南线还是南北国际货运通道都需要经过巴基斯坦 这时印度不想自我封闭于亚欧大陆铁路网之外 就需要选择跟中国和巴基斯坦合作 联手修建铁路 如果再反对中巴铁路项目 则没有合作的可能 当然了 实力是合作的基础 只有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强大 军事实力不断增强 在崛起过程中被周边国家带来发展机遇 才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